根据英国媒体消息,保守党有超过100位议员正准备向1992委员会提出首相特拉斯的不信任信函 虽然消息指出委员会主席目前才去反对立场 但特拉斯上任不到两个月就传出遭到逼宫,让英国政坛在线动荡 刚获任命的新财政大臣韩特在16号出面维护特拉斯,驳斥保守党想撤换首相的说法 韩特表示,现在最糟的情况莫过于政府高层不稳定 再来一次旷日费时的党魁宣誌 先前政府推出的迷你预算减税计划,引发金融市场混乱,英镑一路重衰 迫使英国央行出手砸钱干预 韩特在上任之后,首先就与央行总裁会谈 英国央行总裁贝里警告在通膨压力之下,接下来的升息幅度会比之前更大 而韩特也会在10月31号宣布他的中期预算计划 这将是近期高层一再换人的英国政府能否重建经济信誉的关键考验 韩宇新闻的签文组合报导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韩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,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